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嘉贵人从中挑拨 让仪贵人坚信如意就是自己的仇人 仪贵人整日服食红花牛西汤 可是还没有将体内的残毒打下来 他今后也再难有身孕 嘉贵人在仪贵人面前展示自己已经有孕 仪贵人更加思念自己的孩子 对如意的恨更增加了一分 嘉贵人随后来到养心殿中 告诉皇上自己欲喜的消息 皇上很是宽慰 贵妃得知嘉贵人有孕 想着自己恩宠不断 却迟迟未能有孕 便想除去嘉贵人的孩子 侍女莫心却劝说他 嘉贵人生子并不会助长皇后和贤妃的势力 如今行事特殊 不要轻举妄动 贵妃打交了念头 他感慨自己 如今变成了一个仇谋残害皇子的狠心之人 太后指责玫瑰人心胸狭窄 皇上还未处之如意 玫瑰人便自己动起手来 太后让玫瑰人回去好好思过 玫瑰人起身时站立不稳 幸好有宫女搀扶 原来玫瑰人丧子之后 添了一道下红之正 以后若想伺候皇上 怕是没有从前那么方便了 太后见玫瑰人身体不好 又见识短浅 让福家从亲近自己的老城里 找些适邻的官宦女子背着 如意失宠 皇后将严玫瑰宫的守卫也撤掉了 严玫瑰宫如今十分不安稳 深夜仪贵人走进房内 拔下簪子 藏在身后 一步步走进如意 海贵人来见皇上 禀报了玫瑰人和仪贵人伤害如意之事 皇上抿人守卫严玫瑰宫 却并未处置仪贵人和玫瑰人 被主弃信之人 皇上说只要阿若不忘本心 没人会觉得他被主弃信 这时 礼玫传来消息 仪贵人产后失调 已经轰了 皇上十分惋惜 下令追封仪贵人为仪贵 阿若安慰皇帝说 好在家贵人有了身孕 皇上后继有望 皇上说阿若只惦记别人 却不为自己考虑 说着皇上把阿若揽入怀中 说自己打算封阿若为盛长寨 家贵人分为家贵 叫盛长寨 今后住在家贵宫中 皇后免人好好照顾仪贵人的家人 贵妃对阿若十分不满 皇后宽慰他 阿若的阿玛在贵妃的阿玛手下办事 阿若自然会被贵妃挟持 此外 贵妃还可以安排阿若身边伺候的下人 阿若来到家贵宫中 家贵提醒他 如意若是负宠 他必将遭受杀身之祸 阿若听后命身边的宫女找人去送一盘糕点给如意 这盘糕点被太后身边的福家解惑 太后对这种明目张胆的行为十分不满 太后提出 若是如意含冤 此时必将牵连圣广 皇上身边的每一个嫔妃都有嫌疑 就算如意真有缘曲 也只能这样做 太后还拿出了圣长在给如意的糕点 说此时将如意进入冷宫 反而对如意是一种保护